花莲福伦社成立至今已经60多年 致力于优秀学子的助学服务 而1号上午在花莲汉平酒店 举行第63届品学优秀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总继线内12所高中职校 48名学生受奖或颁奖励状及奖助学金5000元 鼓励学生未来要有勇气接受挑战 努力向上改变自己的人生 而将来也能热心公益回馈社会 花莲福伦社于1962年起 及致力于优秀学子的助学服务 1日上午在花莲汉平酒店 举行第63届品学优秀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总继线内12所高中职校 48名学生受奖或颁奖励状及奖助学金 新台币5000元 并由受奖学生海星高中林富川代表致谢词 非常感谢福伦社提供奖助学金 针对我来说一一可以反 并期许自己能够学业有成 以自己学业主学回馈社会 为社会尽心尽力 谢谢 我是花莲福伦社 延续35年的一个例行的活动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资助所有花莲的高级中学的清函的学生 优秀的学生 每一年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奖学金的发放 希望他们在学业上面感受到师长同学的陪伴以外 也感受到我们社会上有福伦社的叔叔伯伯的关心跟支持 那在这个之下 希望他们在学业上能够白纸干头更进一步 将来能够学以致用回馈箱里 回馈箱里来让我们的花莲能够发光发热 让花莲除了在台湾甚至在世界上能够让大家能够看见 这就是我们当初的一个初衷 希望因为教育成来百年大计 我们所有现在目前的学生 就是未来我们国家跟社会跟花莲的人的希望 这是我们一贯所坚持 我们福伦社所对于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今年奖助学金由前社长许兰山宁定木款及颁奖计划 在社友支持下顺利完成木款 也邀请建筑师邱昭成社友主讲职业生涯规划 持续35年的奖学金颁发 是花莲福伦社秉持回馈社会的传统 表彰学子们在求学过程的优异表现 并鼓励学生要有勇气接受挑战 求学路上虽然艰辛 但努力向上 将来可以热心公益回馈社会 记者蒋方燕华联师报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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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